好的我想先說明一下萬方醫院的狀況 大概是在6月底的時候 那個時候有一些院內感染 那時候有提報了4位 所以我們6月29號 我們就成立了萬方專案 在我們的疫調中心來做監控 7月初的時候 的確有發現一些新的案例 所以在7月6號 我有到萬方醫院去跟他們討論 7月7號同時我們的防疫醫師跟疾管科 也有到萬方醫院去跟醫院 來了解狀況 那之後就是大家可能看到新聞的部分 其實都在我們的監控當中 那先說明一下這個 11樓A病室的這個案子 它是一個新北的個案 他到醫院來 萬方醫院來住院 那他之前在6月27號的時候 之前就不太舒服 所以他到醫院的時候 他的PCR是陰性 那後來變成肺炎 也入住了專責病房 那後來他在專責病房 有一些好轉 然後再採他的PCR也是陰性 所以他們醫院就把他轉到了11樓的A病室 在他們醫院這叫做緩衝病房 也就是說他們認為他的 他已經二採陰了 所以認為說他可能有降轉的可能 所以就往下轉 那往下轉之後 在7月4號發生了症狀 第三次再做PCR 7月5號確診 那這位他有一個外籍看護 15314 他的外籍看護在6月30號陪他一起 到這邊來照顧他的時候 入院前PCR也是陰性 7月6號的時候PCR還是陰性 7月9號的時候PCR呈現陽性 那同病室的另外一個病患並沒有被感染 但是同病室的另外一個陪病者 也就是15323 7月1號發生發燒的症狀 7月6號PCR採檢是陽性 所以這個病室裡面就有三個確診病患 我們認為他是可能的院內感染 但是萬方醫院本身的醫護人員 還有所有醫院的工作人員並沒有被感染 這是內閣病室的部分 那11樓的B病室 11樓還有另外兩個病室 11樓B病室有1535 他6月27號PCR陰性 6月28號PCR也是陰性 7月5號PCR還是陰性 到7月9號PCR轉為陽性 就是他三彩都是陰 7月9號轉為陽 那同樓層的11樓還有個C病室 有15334 7月1號的PCR是陰性 7月9號轉為陽性 所以在11樓這個樓層 我們認為他可能有院內感染的狀況 所以市長在昨天也到現場去 跟他們做了幾個要求 那另外要強調 就是大家知道說 這邊有一個非法外勞的部分 他也是在這個11樓的一個病患 他這個病患在6月30號到7月5號 其實他有住過萬方醫院的專責病房 然後後來他7月5號已經痊癒 他就出院了 那7月6號他又到萬方醫院再來急診 那這個時候他應該是透過仲介要安排看護 那看護可能是安排了一個非法的外籍看護 15240 他在到萬方醫院的時候 7月6號的下午3點55分 他到這個醫院來 進去照顧了他4個小時 那因為入院的時候要做PCR的檢測 那天的PCR檢測為陽性 所以目前已經被我們收住在檢疫所裡面 也就是這個仲介當時安排的看護是一個非法的逃逸外勞 所以就這個部分也是 這是第11樓病室裡面的另外一個新的案例 但是他才進去照顧4個小時 就是在等PCR的那個時間 所以萬方醫院的專案 其實在我們市府這邊大概6月底就開始在做檢控 因為的確是在之前是叫做9B病房 那這次是11樓 所以市長有做了一些要求 包括如果有看護的部分 必須要是醫院合法的打過疫苗的 另外有希望說就算是 病患自己所帶來的也需要做好相關的PCR的檢測 那這個部分希望他們能夠多做嚴格的管控 那另外就是有怨感的部分 我們跟疾管科跟台北區管的防疫師其實都有去看過所有的現場 好 謝謝黃副市長 那麼請問市長有沒有要補充說明的地方 這次萬方醫院的院內感染 有兩個是外勞的問題 這第一點 這個目前台灣你知道有5萬超過5萬名沒有身分證也沒有健保卡的外勞 在整個社區裡面流竄你知道 這個不但是不管是資安或是國安上面的一個破口 在現階段它就是一個防疫的破口 那當然在萬華專案的時候我們是說特色令請他出來做篩檢 可是在那一波之後你知道現在一個很大問題是疫苗到底要怎麼辦 那發現這些人就算他打疫苗你知道連暴障都有問題 因為他沒有身分證也沒有健保卡 所以那個疫苗你說打在他身上 怎麼記帳 所以這個問題我上次有跟王必勝講說這個還是要嚴肅面對 不過這個問題已經在台灣存在很多年了沒有解決 沒有事就沒有事 大家一出事就變問題 所以當時我跟萬豐醫院有幾個要求就是說 這個看護你知道原則上 病人進來 儘量大家不要帶陪病者 因為要生病不得要住院就住院 應該是有醫院用 因為我們的護理人員都有打過疫苗 所以有那個有 也有定期在做PCR 所以有那個比較安全的 護理人員直接提供這種 照護就不用在自己在外面再帶 帶這個看護來或陪病者進來這第一點 第二 就算你要看護的話 應該是直接跟醫院申請 所以醫院要管控說 他進來 來工作的看護一定是安全的 不管是打過疫苗或者是 有定期在做PCR的 不可以說 自己去找一個 非法的看護來 結果是造成醫院破口 所以這個 這個雖然是醫院在管理上面 有舒服你知道 但是他更大問題就是我們台灣就是 目前就是有一大堆非法看護 這第一點 那 那另外一個 我們還是要求醫院 那另外一個是這樣 我也要求說那些醫護人員 該打第二劑的趕快打 當然我也知道目前台灣還是 打AZ的你知道 如果打過AZ 要再打第二劑原則上要等10個禮拜 可是如果AZ打過的 要打莫德納你知道 目前只要等4個禮拜 所以我也是主張 這個 恐怕中央要思考看看 如果那些需要快速你知道 建立那個完整的防護網的話 我意思說照顧那些比方說確診者的 跟那些醫護人員 我是主張混打 因為這樣可以馬上就很快就打第二劑直接打莫德納 就建立防護網起來 如果一定要打AZ要再等AZ 那要等10個禮拜還有得等 所以 目前對英國變種病毒 打一劑還可以 問題是遇到 印度變種病毒 打AZ一劑就不見得有效 那我們從我們台北的歷史你知道 很多入境的你知道 因為他解除隔離的時候 給他做PCR 我們最近就發現那個 我知道就知道有三例是 印度變種病毒 意思就是說你知道 我認為防不勝防 時間拖久了 一定會有溜進來的 所以既然這樣應該是 在照顧第一線的那些 防疫專者病房的醫護人員你知道 我是主張混打 盡速打第二劑你知道 把這個防護網建立起來 不然有哪一天不小心就要被突破 好我們接下來先請社會局來跟大家報告一下 家長最關心的 0到2歲 脫嬰機構適度解封的內容 好各位市民朋友大家午安 那社會局來報告有關 0到2歲 台北市立案的公私立拖嬰中心 及公共拖育家園 公共拖育家園 那麼0到2歲降載收拖的相關指引說明 基本上對於台北市民而言 在疫情底下 我們看到 兒 少 婦 老 丈 相同都面臨到照顧壓力的問題 所以我們看到其實不只是 這個0到2歲的拖嬰 同時我們也看到 這個長輩的日照 也是下一波的壓力 好那我們來看 這個0到2歲降載收拖 是台北市立案的公私立拖嬰中心 及公共拖育家園 那開放的前提與規定是這樣 台北市從7月6號開始 陸陸續續幫拖育人員及保姆 專案疫苗接種 那麼7月6號 7號 8號 總計接種率高達95.38 也就是說有95%以上的 我們的拖育的這些夥伴 都已經完成疫苗接種 那我們以14天來看 7月20號開始會陸續產生抗體 機構若要啟動收拖 需要所有人員含廚工行政人員等 全員完成疫苗接種 言下之意就是說 如果夥伴是在7月6號接種完 那可以收拖的日期就是7月20號 意思類推 7號就是往後加14天 少數的夥伴如果沒有接種疫苗 或接種疫苗未滿14天 要進出機構的工作人員 需要出示 您進出那一天的往前3日內的 PCR檢驗結果的陰性證明 才可以到機構裡面來 第二個是我們的家長關心的降載 收拖的原則 分區分流降載收拖 總數不得超過 原實際收拖數的 二分之一 不是核定數是原實際收拖數的 二分之一 那我們的幼童要分流 接送分區 照顧 而且要空間清潔消毒 每天要維持兩個時段的健康監測 回報到社會局來 那大家關心的收拖的這個對象 優先收拖的對象 我們的建議是 第一線 警消醫護的子女 第一線警消醫護子女 或雙薪 且無其他親屬 照顧資源的家長 優先收拖的對象就是 第一線警消醫護的子女 或者是雙薪 而且沒有其他親屬 照顧資源的家長 那麼 最後還是要跟大家說明 就是最快 我們的規定是從7月20號開始 啟動收拖 那也請我們的 夥伴機構們啟動收拖前5日 那麼需要報社會局窒息 並且在收拖的前3日 報社會局收拖計劃及 降載收拖的 核定名冊 相關的計劃裡面當然必須要含 工作人員 當然也必須要含工作人員的相關的證明 包含打疫苗的證明 或者是PCR 陰性的證明 以上 各位市民朋友午安 接下來由觀察局來說明有關電影院的一個相關的指引 那在上週中央公佈了相關的指引之後 那觀察局也 在內部做了許多的討論 尤其是在 從明天開始 如何開放 聽數及人數的限制 首先在 電影院的從業人員部分 那一定要做好健康管理跟環境清潔這個 消毒 也就是說在每一個電影院的 電影場次的進場前 跟散場後 都需要清潔跟消毒 那此外 執行 清潔消毒的工作人員 也應該要穿戴完整的這個防護的裝備 那在觀眾觀營的現場觀點部分 我們還是希望能夠以 預售票來 作為一個 優先的一個 票券銷售的方式 此外在全程觀營的時候都必須佩戴口罩 在電影院的這個室內 戶外 以及等候區 都全面禁止飲食 那同時 戲院內部的這個販售 飲食的這個部分 也都全面禁止 那也避免提供有關於這個 穿戴室或 互動室 觸控室的這個裝置 那接下來當然最重要一點就是 落實實聯制 那我們也會要求 戲院的業者 在觀眾購票 進出場的時候都要保持一個 安全的一個社交距離 那這部分 也跟各位市民朋友報告 我們在從明天開始 會有同仁陸陸續續的 在這一週 去不定時的做 相關的這個業者的一些 稽查 那如果有違反規定的部分 我們一一規定來做一個 開法的動作 那有關於大家最關心的 有關於在影廳內的座位安排 有關觀眾數的開放庭數的部分 除了依照中央的指引 應該採美化座之外 我們希望能更 能夠再採取到更寬一點的距離 像間隔座 或者是保持更適當的距離的安排 那每一個廳的進場人數 上限是100人 座位只要有超過 200個座位以上的 最多就是只能開放一個廳 一個場次上限是100人 那電影院的總影廳數 在12廳以下的業者 同一個時段 可以開放三個影廳 那有13個以上的這個業者 同時開放的總聽數 上限不得超過 4分之1個聽數 也就是說如果你有12個 廳以下的話 只能開放同時間到3個 舉例你有16個廳 那你最多最多 就只能開放到4個廳 哪一個廳 一樣是上限100位 那這是在電影院的部分 那我們也知道 因為每一個縣市的規定都 不太一致 所以我們才會在 中央公佈之後 內部做了一些人數 跟聽數的限制 那目的也是希望 大家能夠把 這樣子的風險降到最低 那也不影響 業者的一個 職業的一個影響 那以上做一個說明 最近新疫區的確診人數 是否有升高 這是不是因為跟租屋族之間的 類加護感染所導致 請問目前相關案件的 累計確診人數 匡列人數 以及疫調狀況 是否會啟動專案處理 再次設立篩檢站 這些案子 其實是在最近 其實也是之前我們 虎林專案的時候 所篩檢出來的 對象 然後 才發現他們有一些 在信義區這邊 有一些地緣關係 那主要是目前有 大概是7人 然後有匡列的31位居家隔離的對象 那有兩個是 所謂的分租套房 那分租套房的部分 他們其實平常沒有什麼往來 所以我們也擔心說 他不是在家戶裡面 也可能在外面 但是家戶裡面還是需要做 比較 多的注意 那目前為止這個案子 其實他是因為現在案例少 所以在信義區他有 兩個 兩個租屋的部分 就變成4人 然後另外一個是真正的家戶感染 所以是大概就是加起來就7人 那看起來就會變得比較多 那其實目前為止他還不算是非常熱的區 所以 我們上一次的篩檢當然是還是有一定的成效 才會讓這個案子陸續的跑出來 自由時報提問 從虎林街高鐵員工 北捷清潔員 信義區分租套房等案件 為何疫情資訊都是相隔幾天 似乎是被動式的擠牙膏 逐步說明 各位所有的案情都是陸陸續續一個兩個 每一天的新增案例裡面 我們去找出他的關聯性 才能成立一個所謂的專案 也就是他只有一例的時候 我們不可能把他當專案 但是在同樣的狀況 一直在發生 我們就會把他變成專案 所以只要是有專案的情況 包括特殊的像高鐵員工 那像環南 環南市場 因為他本身就是一個 群聚感染 然後他影響到又影響到他的家戶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就會 認為他影響的層面比較大 才會在記者會來公布 但是如果 每個個案我們其實都是非常嚴密的監控 現在台北市的疫情至少在家戶以外 沒有什麼太多新的案例 不明的案例還是有 但是比例相當少 重點是在於說 疫情是每天都在變化 不可能每一天 我都把每一個 每一個案子拿出來說 這是熱區 這是專案 年代異電視 永利市場有胎商確診 請問相關人等的PCR篩檢結果為何 附近住戶不少生活圈 是跟虎林永春市場重疊 疫調上是否有 因為市場而感染擴散的跡象 這個永利市場的攤販的部分 我要特別來說明一下 我們疫調人員的辛苦 而且他們有多認真 這原來是有一位民眾 他只是到醫院去做PCR 然後確診 做疫調的時候他說 他有先生 也有三個小孩 但是都沒有同住 然後也都沒有來往 那電話也不太會用 所以其實他幾乎是沒有任何的足跡 可以讓我們尋找 那但是我們就一直問他說 那你為什麼會去醫院做採檢 他說是朋友跟他說那邊有免費的他就去做 那我們就覺得很奇怪 因為調什麼資料都調不到 所以後來除了調電信資料之外 我們還啟動了警察局 到醫院附近去調他的檢視器 結果發現他是跟他的先生一起去篩檢 他先生是陰性 然後因為我們拿了這個資料跟他 詢問的時候他 嚇到了他才說 其實他是在這裡 在這裡賣菜 所以我們 立刻就把這邊 所有的相關的 也通過里長 把這邊旁邊的攤商 跟相關的人員 其實都做了匡列 而且 昨天也在安排他們有49人 我們會安排所謂的精準疫調 我們會去讓他們免費去做篩檢 那重點是在於這個 這一位富人他其實第一時間真的沒有說實話 我們花了一天兩天的時間把所有資料調出來 才可以找到原來他是一個賣菜 他的說法是他先生有去華南市場批貨 然後他自己沒有去過 但他先生目前是陰性還是在居家隔離 所以就這個部分我要說明的是 這本來只是一個單純的個案 電話問他講話都講不清楚 那我們的同仁非常的認真 一個一個 抽絲剝繭 那甚至最後動用到警察去 一個一個監視器去調才調到 看到他跟他先生 同時出入 然後再去突破他的心房就像辦案子一樣非常的辛苦 在這個案子裡面目前為止 旁邊的 貪商我們現在都安排他們去做篩檢 如果有狀況的話會跟大家報告 昨天新北市長侯友宜指稱 是因為台北市的醫院感染到新北市民 導致新北有6人染疫 這是不是把問題丟給台北 另外桃園市長鄭文燦也說 台北市對於Garmin的員工染疫案 疫調錯誤 金龍市長也是連番砲擊 市長怎麼看 北市近期屢屢因為 綠營首長而遭到批評 我想先說明這幾個案子 第一個就是 新北市的部分 他是說在我們台北市的醫院染疫 其實就是這一例 15202 他是新北的個案 我想 首度生活圈 新北市民 基隆市民到台北市看病非常的正常 因為台北市的醫療資源非常豐富 所以 萬方醫院也是因為 新北的 新北的市民他覺得不舒服 他到我們這邊來住院 住院的時候當然是在這個醫院裡面 原來是因後來轉陽 那 整個的感染源還在尋找 但是重點是在於說 這個部分他是來台北看病的 如果他自己是感染源 那是不是要說是他把病毒帶到這個醫院呢 我覺得都不需要這樣子互相指責 那第二個部分是政市長的部分 這個案子在 陳時中部長指揮官他也在 中央的指揮中心說明的非常的清楚 也就是現在的相關規範 台北市政府只要是 跨縣市我們都會一樣通報到各縣市的區管 然後也會通報到各縣市政府 這個案子的他的匡列的時間 有沒有錯誤這個事情是非常清楚的 所以 我們共同的敵人是病毒 口水就免了 因為我們也不會把 萬華的 萬華的疫情歸咎到 桃園的諾富特 第三個部分是林佑昌市長 這個案子 我們在做疫調的時候 這個我們這邊的個案 他有30幾個員工 所以我們找員工清策 把這個部分 也 報到台北區管 因為有跨縣市 除了基隆還有其他縣市 所以也通過 防疫醫師來詢問 來協助 然後再做通報 所以並沒有耽誤任何時間 所以我相信 如果 只要是在 認真做疫調的部分 大家都知道 通報的方式 那如果 兩位市長有什麼意見 其實都可以直說 但是不需要用這種指責的方式 病毒是不會選區域的 大家好 我是副發言人魏佑任 這幾天我們看到網路上 謠傳一個消息 他有兩個錯誤 首先是標題錯誤 再來是內文錯誤 我們來看到這一張圖 我大概念一下 他的這個標題 首先他是這樣講的 我引述 他說很抱歉 柯文哲是我教過的學生 台大醫學系出身 最可惡的角色 並且署名 陳茂婷 那言下之意好像是說 這位陳先生 是科事長的老師 但是這邊 第一點要做的 澄清 是 科事長並沒有老師 叫做陳茂婷 台大醫學系也沒有 這樣一位教授 所以這是 標題上的錯誤 接下來我們剛剛講到 內文上的錯誤 因為是錯誤的訊息 我們這邊就沒有把它全部一一列出來了 那大概是舉例一下 他是提到說 很多人已經察覺到了一件很恐怖的事情 叫做 柯文哲故意要這個在防疫期間 輿論蓋牌啊 造車不死啊 北市府的疫調不匡列等等之類的 那其實這些內文就是為了抹黑而帶風向 造謠出不實的消息 舉例到現在大家還在說 北市府不做疫調不做匡列 但是北市府的每一個疫調 的資料都有上傳到中央的法傳系統來做監控 如果說今天要指控 北市府沒有做疫調的話 那請問 您是不是也在指控 中央跟著我們一起造假呢 另外關於造車不實的部分 剛剛蔡副市長也有跟大家報告了 如果造車有不實 依法就辦 像是很多場域 例如北農 也是透過這一次的關係 將名單重新做一個整理的部分 所以我想大家都很努力的要防疫 那這篇文章 他就是一個惡意帶風向的一篇文章 典型的用不正確的人 不正確的事 不正確的時間 來進行攻擊 除了製造紛擾之外 請問這樣到底對疫情有什麼樣的幫助 另外我們來看到的是這個虎林專案的部分 上個禮拜已經跟各位報告過了 虎林專案的部分呢 他篩檢數是50112 陽性數是兩位 為什麼今天會特別再提這個部分 是因為 有攤商 還有當地的里長跟里民 跟我們陳情反映說 最近大家對於這樣的一個區域 有一些標籤化的印象 我想跟大家簡單的還原一下 當初虎林專案會執行的是因為 我們在虎林街附近 虎林街附近的歷程上 發現有一些 行程的熱點 我們為求謹慎 並且要保護當地居民的部分來講的話 提供一個 這個比較就近方便的服務 因此我們在永吉國小 設了一個篩檢站 讓這個當地的里民 以及市場自治會 可以來做一個篩檢的部分 所以這一次的篩檢 結果 永春市場 和虎林市場 兩個市場 並沒有出現 攤商確診的案例 所以我們要一再強調 這個虎林專案會去執行 並不是因為他是社區感染 或是有市場感染的現象 所以我們要請各位市民朋友 不需要太過度的恐慌 只要做好相關的防疫措施 配合市場上的人流管制 其實去兩個市場 應該說虎林市場這邊 來去購物消費 也不需要太緊張 如果住在周邊附近的朋友 或是您上一次 這個篩檢站設立的時候 沒辦法參與到的市民朋友們 您也可以透過這個 現在北市府有提供 我們聯誼五個院區 以及萬方還有官渡 七個院區有做免費的PCR的檢測 所以最後我們還是要感謝一下 在虎林專案這個部分 里長跟自治會給予我們的協助 和配合 以及中校院區帶來的資源 最重要的是 市民朋友一起配合 我們執行這項政策 所以還是要跟大家講說 這一次的篩檢結果 證明虎林街附近 這樣的社區的部分 並沒有社區感染的現象 請大家放心 以上是今天的澄清專區 謝謝大家